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 閱讀系列記錄書情文裡面的 梁錫華先生的一篇文章 叫做《溫溫淡淡,明光燦燦》 我們在閱讀文章的時候 我們是會遇上不同類型的題目 和不同類型的出題方法 以下有三個步驟 這三個步驟是可以幫助 各位同學在文章裡面 更加快捷和準確地 去找到關鍵字眼或者答案的 首先 我們要仔細閱讀題目 並且在題目上面 標注上或者圈上 關鍵字眼 什麼叫做關鍵字眼呢? 譬如這個句子的作用是什麼 這個句子的意義是什麼 當中的作用和意義 就是關鍵字眼 而第二個步驟就是 我們需要由頭到尾速讀一次文章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的題目是會按照文章的段落 或者順序來出題的 於是乎我們就可以 速讀文章的時候順便 在相應的地方順序地 去標注相關的題號 以便我們轉頭去找回答案的 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找出答案 並且完成我們這篇的閱讀理解 最後呢 我們可以在複卷的時候 按照第二個步驟 所標注的那些題號 找回相應的段落 來複檢我們的答案 而不需要從頭讀一次文章 這裏就是梁石華先生的文章 溫溫淡淡 明光灿灿的文章內容 那各位同學呢 一會兒在我們處理題目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需要或者有興趣呢 可以回頭去看回這個地方 找回相應的關鍵字眼 或者是作為一篇普通的閱讀理解 給各位同學呢 去增長知識都可以的 好了 那我們來處理第一條問題先 第一條問題就是問 本文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主要想說明什麼 我們知道關鍵字眼呢 其實就是說明什麼的 但是呢 下面亦都有四句不同的陳述句 而我們都需要首先判斷 這四句不同的陳述句呢 是否正確 才能夠順利地找回出 真正的答案是誰的 那麼呢 這裡呢 我們都需要在這四句的陳述句上面 是圈上關鍵字眼 或者我們現在呢 就試試用三十秒的時間 看一看題目的內容 和一些對應的文章的段落 然後呢 我們最後呢 才一齊回來去試試做這條題目的 那麼現在可以開始了 好 好了我們回來了 那麼首先呢 我們要判斷了它那個的 就是那個關鍵詞在哪裏 那麼關鍵字眼呢 那麼就分別用了四個不同顏色的橫線呢 來到間上了的 那麼我們首先處理第一個陳述句 他說父親的脾氣很好 那麼我們要找一找 究竟在第一段和第二段裏面 有沒有相關的關鍵字眼 是可以告訴同學呢 是有這個的 或者是沒有這個的 這個關鍵詞這樣的 那麼首先我們在第二段的 第一句呢 也看到了 綠色的橫線鑒住了 就是說老虎脾氣之好呢 是種親有刀稱讚的 那麼我們其實呢 就憑著這一句呢 暫時可以判斷了 第一個陳述句是正確的 那麼而第二個陳述句 他說父親呢 是關注作者的安危 就是說會擔心作者呢 就是這個文中的我 他叫安危的 那麼我們都可以看一看 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間 那麼我們其實呢 就可以看到呢 就是說 首先作者的父親 是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你再想去 我就打斷你的腿 那麼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似乎呢 看起來好像 就是在罵人一樣 那麼但實際上是因為 紅色橫線和圈圈圈圈住的地方 就是說因為 我和幾個年紀差不多的小朋友 爬到上屋頂玩 而對於我這個年紀的小朋友來講 這件事非常危險 尤其是我是爸爸 晚年的幼子 就是最小的那個兒子 那麼所以呢 爸爸呢 他罵我 其實呢 也只是在關心我而已 那麼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呢 其實第二個陳述句也是正確的 那麼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 頭兩個陳述句是正確 所以呢是可以判斷到答案的 那但是以防萬無 就是希望萬無一失啦 就是以防這個出現問題啦 那麼我們也都看一看 第三和第四個陳述句 究竟有沒有提及過 或者錯了在哪一道 第三個陳述句呢 就說父親因為家裡的小事 經常發動怒啦 發脾氣啦 那麼其實我們也看到 紫色橫線間住的第一段個位置 他說 他似乎一生呢 只有這一次是動了乾火的 那麼也都說 其實也就是說呢 父親呢其實不常是因為家裡的小事動怒的 似乎呢 純粹是因為 這次作者 爬了上屋頂這件事呢 是令到爸爸非常擔心 而因為這件事呢 而動怒發脾氣的 那麼所以呢 其實呢 父親呢 並不經常因為家裡的小事動怒 最近的這一次 或者是人生當中第一次 的動怒呢 似乎就是這一次啦 那所以呢 第三個陳述句呢 是錯誤的 那而最後一個陳述句就是說 父親對子女和伯皮的態度 截然不同 那麼我們看看 其實呢 在第二段的最尾那個句子 他說 他從來都不罵人的 包括伯皮 所以我們都可以見到 其實呢 他不罵子女之餘呢 其實也都是不罵伯皮的 他那個人呢 其實呢 非常之好 一生之中呢 似乎真的只有一次是動乾火的 包括也都不會對伯皮是發脾氣 所以第四個陳述句也是錯的 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判斷 當中第一題 正確的答案就是A 1和2 這個陳述句是正確的 好了 那接著我們處理第二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就是問 作者在本文的第四段 是運用了什麼的手法來描寫父親的 分別有A 靜態描寫 B 心理描寫 C 外貌描寫 D 語言描寫 以下也都列舉了第四段的內容出來 各位同學呢 可以用30秒的時間 看一看下列的引文 究竟有沒有跟上面四個描寫手法 其中一個是有關聯的呢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好 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們也是在上面的四個選項 畫一條橫線給他們 方便我們一會兒去判斷 然後呢 我們看看第四段的內容 好 其實呢 由我們第四段一號看下去的時候 見到最後面呢 就會見到紅色橫線間著的地方 就是說 爸爸經常跟媽媽 輕聲地說他那句招牌的說話 好了 其實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不過我們仍然都可以看看 就是說 他說 人家就很窮苦的 我呢 心中不忍 而不忍這句說話呢 就是爸爸的口頭線 和他的行動指南 換句說話說 他講這番說話 其實是反映了爸爸的性格 因為也是他的行動指南 所以呢 其實這一句的說話呢 就是語言描寫了 用爸爸的這句招牌的說話 來到去描寫 爸爸呢 他是一個有什麼性格的人 所以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 答案是D 語言描寫了 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第三條問題 第三條問題就是問 為什麼作者認為他的爸爸呢 有些時候做事呢 是帶點於和愚的 愚呢 就是愚父的意思 就是有些保守的意味 而愚呢 就是愚蠢和愚笨 而下面呢 也有四個不同的選項 那他就說 因為爸爸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 會迫令家人 折省生活開支 這個是A 而B呢 就是說 只是知道呢 是堅守劍撲的生活原則 而C呢 就是說 不善言辭 是經常令到媽媽生氣的 而最後的D呢 就是說 就是說 專心營商是無暇理會孩子的衣著的 那下面也都列舉了第五段的內容出來 也都標示了呢 是相應的句子的 那樣 那各位同學呢 或者也都花了少少時間呢 來去看一看那個段落了 那然後呢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應的對應關係 那現在可以開始了 有很多天啊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 那這個地方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們同樣的呢 那在相應的四個選擇上面呢 是飆上一些關鍵的字眼 我們先看看 這裡就說 據悉這個父親雖然在三十歲左右 就成為了富翁 就是成為了有錢人 但是一直過的都是劍博的生活 他有些時候做事就是帶點魚和魚 例如他在媽媽面前曾經嘆氣說 不明白我 為什麼不懂得珍惜自己的鞋 他說你們看看我 他說腳下面的這雙布鞋也穿了十年 然後媽媽就非常火氣十足地跟他抗辯 就說你是老人家 他是小朋友 這樣可以比較嗎 真是滿口的糊塗話 好了 看完這個很短的段落之後 我們看看 究竟有沒有上述任何一個內容在裡面 首先A就說 迫令家人節省生活開支 其實他就是沒有這個意思 因為其實他只不過叫作者 要珍惜自己的鞋 而當中他只是 嘆氣地說而已 他就不是說 迫令我一定要珍惜我自己的鞋 然後如果說爛了就不會買 純粹就是嘆氣而已 所以其實在一個動詞上面 或者語氣上面 就是 並不是強迫 家人一定要節省生活開支 那是不是B呢 他說 只是知道堅守劍撲的生活原則 沒錯 其實B的答案是 我們看看 紅色橫線間住的那個地方 就看到但是過的一直都是劍撲的生活 好 然後他就後面也都看到一個例如 在他媽媽面前曾經是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這個就是證明 爸爸是做事大點於和如的 就是補充前面的一句的那個例子來的 那也是因為這個例子 就證明了爸爸其實他是很劍撲 但是其實他就很愚蠢地以為自己對腳穿的鞋穿到十年 而一個小朋友對鞋也是穿到十年 因為小朋友對腳是大得很快的 所以其實不可能穿到十年的 所以這個就是爸爸愚蠢或者迂腐的地方 那是不是C呢 為什麼不是C呢 因為其實爸爸在前文也好後文也好 也都看到他其實並不是不善言辭的 他有他自己的立場和自己的想法 但是只不過他是不會是去趕出來 或者是經常是令到媽媽生氣這樣 那這個其實就不是不善言辭 而是各自有不同的追求 各自的價值觀是有不同 因此才媽媽是經常生氣和爸爸是去煞氣這樣 那為什麼不是D呢 他是專心認商而沒有你會孩子的衣著呢 因為其實爸爸他其實30歲左右就已經成為了富翁了 那但是呢其實呢 他如果是沒有關注孩子的衣著呢 他也是不會跟那個兒子去說 為什麼你對鞋子穿不了十年的呢 那因為當時來說呢 其實爸爸仍然還是富有的 是去到後期呢 戰火的關係呢 才令到他變回窮人這樣 那所以其實爸爸呢 並不是無瑕理會孩子的衣著的 那因此呢 申請的答案呢就是B了 因為爸爸呢 只是懂得堅守劍撲的生活原則 是的 那這個就是答案是B了 好了 接下來我們處理第四條問題 第四條問題就是問 本文的第七段 在文章的結構上面有什麼作用 那呢 也分別有四個選項的 分別是 呼應文首 文意轉折 補充說明 和總結全文的 那各位同學呢 就可以利用少許時間 看一看下面的第七段 還有想一想 之前我們讀過的一些段落呢 究竟有沒有地方 是可以呼應到 上面的一些選項 那我現在用三十秒時間 去看一看 那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好 好了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看看 那他就說 第七段寫著說 父親了不起的地方我自問不及 可視每一憶念 都有作鞭策自己要見然施齊 換句話說 即是說爸爸厲害的地方 我就比不上了 自己都覺得 但是呢 每次掛著爸爸 想起爸爸的時候 都有作鞭策我自己 要做到爸爸樣子那麼厲害 或者是可以做到 跟爸爸差不多厲害 那同樣地 上面我們也記得 要選一些關鍵的字眼 然後我們也看了 第一個選項就是A 呼應民手 究竟對不對 那下面呢 就列舉了第一段的內容 那這個我們呢 在第一題已經讀過的了 就是做過的一些 相關題目的了 那呢 在第一段裡面呢 其實我們呢 可以得出一個的結論 或者一個的大意的 就是說 技術了呢 一次 像之前小朋友的時候呢 我爬了上屋頂 然後遭到爸爸呢 就是打罵的一件這樣的事件 其實是技術的一件事件而已 那而第七段是說什麼呢 就是 其實作者是在抒發著他 對爸爸之間的那個 就是 尊敬 和這個 仰望 和學習這樣 那所以呢 其實第七段呢 和第一段呢 是沒有關係的 第一段是記事 而第七段呢 是抒發情感 當中呢 是完全沒有相應的 一些的 直接的 呼應的關係的 那而 看到當中呢 其實也有一個地方 提示了各位的 就是說了不起的地方 和見言施齊等等 那也都證明了 是兩者之間呢 是並非呼應的關係了 那而B 是不是民意轉折呢 那樣 民意轉折呢 就通常呢 不會發生在最後的那一段 通常會發生在 起承轉合的轉的地方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如果是第七段 是作為那個文章的最後一段 就幾乎不會發生 民意轉折的問題在這裏 那而C 補充說明也都不對的 因為補充說明呢 是牽涉比較多的資訊 是放在這個段落裏面 是去告訴後人 或者告訴讀者 而它這裏呢 其實只不過是兩三句的 一個句子 其實呢 就擺不到什麼內容進去的 那所以呢 其實也都不是補充說明 所以 最有可能 或者是最後的真正答案呢 就是D 總結全文了 因為用了爸爸 即是生平的事跡 前面一節六段 是說爸爸生平的事跡 而最後呢 就覺得爸爸很厲害的地方 是怎樣怎樣 我自問不及 然後呢 就會有助鞭策自己 要見言思齊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第七段呢 其實是 作用呢 是用來總結全文的 那所以答案呢 就是 D for Dog 好了 我們繼續來講解 第五條問題的內容 第五條問題呢 就是問 根據文章的內容 下面哪一項的描述是正確的 分別有 A 作者爸爸對媽媽是千以百順的 B 作者的爸爸呢 是向子女講解做人的道理 C 作者從爸爸的行為裡面 是學會做人的道理 D 作者的媽媽對爸爸的行事為人 從無怨言 好了 其實呢 我們可以從當中的一些部分 下面列舉了出來的 第四段和第六段 我們在下面呢 嘗試一下 找到相應關鍵的地方 來對應上面四個選項 其中之一個 然後呢 各位同學呢 就可以用少少時間 來看看相關的地方 然後呢 嘗試去作答 好 那現在可以開始了 好 應該差不多了 其實我們首先處理的部分呢 記得啦 同樣地都是要尖回橫線 或者圈回上關鍵字眼 其實呢 我們圈完或者尖完關鍵字眼之後呢 我就發現了 其實這條問題呢 我們可以這樣處理的 就是把當中四個選項呢 我們把它分為兩個選項 怎樣分呢 就是說 看不見到B和C呢 其實一個呢 就是說 向子女是講解做人的道理 就是 說教 用言語去教他做人的道理 而C呢 就是說 作者在爸爸身上的行為 學會做人的道理 就是說 爸爸他做了一個榜樣出來 告訴大家 我們是這樣做人的 這樣 所以呢 C和B呢 其實可以放在一起去看的 而A和D同樣地都可以放在一起去看 為什麼呢 因為A呢 就是說作者的爸爸對媽媽是千依百順 就是什麼都聽媽媽話 而D呢 就反過來 媽媽對爸爸的行為 那個為人呢 是從來沒有怨言的 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把它兩兩分組來看看 相關的地方 看看有沒有一些指向啊 那麼首先處理第一個問題 就是A這個選項是不是正確的 好了 我們看到下面第四段的第二句呢 就看到了 媽媽覺得爸爸是有點過份的 但是呢 爸爸有自己的看法 換句話說 其實爸爸呢 不是什麼都相信媽媽意的 而是爸爸呢 其實只不過是不去跟媽媽吵架而已 而爸爸呢 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因此我們可以判斷的是 第一個選項A 是錯誤的 OK 接著看下去D先 我們先處理D for Doc D這個選項呢 就是說 作者的媽媽 對爸爸的行事為人呢 是沒有怨言的 但我們看看下面 下面它就說 媽媽常常呢 都是說 啊 說他所做的那些 笨事 傻事 和圖言花錢的無聊事呢 都是被不忍所害的 就是說 很樂於助人 但是呢 明知道呢 可能對方呢 雖然有點慘 但是對方呢 都要欺騙自己的錢 也都是伸出援手去幫他 這個就是 爸爸口中的不忍 媽媽呢 其實是怪責他的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D 也是錯誤的 好 接著B呢 我們看看B是不是對的呢 就是說用言語去教兒子 好了 我們看到第六段的部分 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我呢 就是作者和爸爸的年紀 太懸殊了 爸爸和兒子之間呢 是不會說大事的 就是說 任何的說話 就是關於一些人生大道理呢 爸爸是從來都不會和兒子說的 兒子也是不得而知的 而最後剩下來的選項C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他說 但是呢 但是呢 由於爸爸的這一點 無言之教 家中大小都學到他的 舔淡和豁達的 就是說 他沒有說話 但是用言語 沒有用言語 但是用了行為呢 是表達了出來 是令到眾人呢 家人呢 都是敬佩這個爸爸的 都是愛惜這個爸爸 因為爸爸呢 是在行為上面呢 是做了一個教學的 這樣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判斷到了 其實不是言教 而是身教 也就是答案是C 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 第六條問題了 第六條問題就是 問 作者認為爸爸最可貴的品性是什麼 好了 問得品性就是問 性格是什麼 或者是他的品性是什麼 好 然後下面呢 有第六段和第七段的內容 給各位同學參考 所以各位同學呢 也可以用三十秒的時間 找出裡面的關鍵詞 作為作答的答案 現在可以開始了 應該差不多了 應該差不多了 其實呢 問得他的品性呢 其實呢 但是我們都知道了 就是要找一個形容爸爸的形容詞 我們可以在第六段和第七段 哪裡找到呢 未必是每一個地方都找到的 但是呢 我們大致上呢 可以在以下這兩個紅色框框找到 就是說 父親叫我最敬佩的是 他一生不以榮辱得失為念 即是說 爸爸不計較榮華富貴 也都不計較受盡恥辱 他不會因為這件事而怨天猶人 或者是大肆揮霍 這個呢就是爸爸的性格了 那所以呢其實呢 爸爸呢 這個的品性呢 就是作者認為最可貴最欣賞的地方 那也可以說 家中的大小都學到他的這個 這個甜淡或者是豁達 這個也是爸爸的另一種 即是一相近的性格的形容詞來的 那所以呢 其實第六段的這兩個呢 直接拿來做答案呢 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在額外的地方呢 是將它還原成 或者一個完整句子啊之類的那些 直接拿這兩個做答案 或者其中一個做答案 就已經足夠了 好啦我們來講完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主要提形的一些處理方法 那首先呢就是多項選擇題啊 多項選擇題就是我們剛剛由第一題到第五題的一個問題的形式 那就是說可以直接在當中找出關鍵詞 就是題目上面找出關鍵詞 然後我們也可以在文章裡面呢 找回對應的關鍵詞 當中可能呢 文章裡面出現的關鍵詞 和題目上面的關鍵詞 寫法並不一樣的 但是呢 他們可能是同意詞 或者換了另一種方式出現 各位同學呢 就需要判斷究竟他們之間有沒有關聯 就好像我們剛剛處理那樣 去判斷回答案 如果都真的沒有辦法可以很直接找出關鍵詞去判斷答案呢 我們也都可以採用排除法 就是我們剛剛所採用的方法 來到去排除一些可能性比較低的答案 那而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說如果問及一些守法的問題 就是譬如我們剛剛處理的描寫守法的問題 如果他們選項之間很相似呢 我們也都可以採用排除法來處理的 但是各位同學也可以留意 就是一般在守法前面的兩個字 或者三個字等等 那些呢 很直觀的 就是說譬如 語言描寫 就當然是講著 描寫的那個人 究竟有沒有用 講過一些說話 來到去 表達一些觀點 從而去判斷到 這個人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就是說 他講的說話 就是語言描寫了 那他心理的活動 譬如他在想著什麼 這一樣東西 如果描寫出來的話 就是心理描寫了 如果他是 這個 譬如描寫他的外貌 他的樣子是怎樣的 那這個就是外貌描寫了 其實很直觀的 那各位同學呢 順著篇文章一路看下去 就很容易會發現到 究竟那個段落 或者那個句子 是運用了哪一種的描寫手法 那如果真的太相似呢 也可以採用排除法的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問及指定的文句呢 就是重點和提示呢 往往就是在前後緊隨那幾句 那這個當然啦 不是必然是這樣的 但是大致上呢 我們可以先行去看看 前後的幾句 有沒有提示的字眼 譬如我們剛剛處理過的那一句 父親有些時候做事 是帶點於和如的 那我們也看到 後面就馬上給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去幫助各位同學 提示各位同學 父親在這些地方 是有些於和如的 那所以也可以很順利地找出答案的所在 那而第四個部分呢 就是說文字題呢 就不要長答 要跟回題目上面的指示 譬如他說只能夠是答十個字的 就十個字 只能夠是答八個字的 就不要多於八個字 那當然啦 我們當中呢 一般來說 在文中找出的那些關鍵字眼呢 一般都不會太長的 而且答案呢 往往是多於一個的 那就是各位同學呢 可以在文章裡面找答案的時候呢 多於一個的時候呢 你隨便選一個答下去就可以了 最緊要是對到題目的要求 好 然後呢 我們找出關鍵字眼就可以了 而最後一個部分就是說 主子啊 段子 或者結構類的問題呢 如果我們不能夠在那個段落 或者那個地方可以即時判斷得到呢 我們可以在做完其他類型的題目之後呢 再回來才再判斷究竟那個地方是怎樣 答案是怎樣 因為一般問及主子或者段子這一類的問題呢 通常是會比較需要要求同學呢 是一個比較全面的對文章的理解 才能夠去處理得到的 那於是如果是問及主子 段子或者結構類的問題呢 如果同學在那一段不能夠找出關鍵字眼 或者同學不能夠作出一個很肯定的判斷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處理了其他部分 完成整篇文章的閱讀之後 才回來再處理這個問題 好了 那今天呢 我們的梁世華先生 溫溫淡淡 明光燦燦的 閱讀理解的講解呢 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我們下次見